这是一座让单身贵族享受自有的功夫 可对我来说 抓住追查多年的毒蛇 才是我唯一的目的 任小姐 好久不见了 现在直直告诉你 她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这是谁家的大帅哥 是我们家的 这么晚把我叫过来干吗 没什么 让你看看 这个就是你放我鸽子两次的地方 对不起啊 我真的不是有意的 那天我从出版社出来以后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 你还觉得我是当初那一个 不懂爱又冷酷的人吗 对 也不对 我曾经 为了一个女人死过一次 我的心在那个时候也跟着死了 她是一个 就好像跟我属于两个不同世界的人 我们来自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家庭 甚至我们有不同的兴趣 不同的信仰 但唯一相同的 就是我们彼此相爱 我们 我们 我们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来不及你 来不及迎接这个世界的孩子 这世界 这世界 这世界是怎么了 为什么 两个相爱的人却没有办法在一起 都是我 都怪我 都怪我 怪我不够努力 因为我不够勇敢 所以他们 他们就永远的消失在我的生命当中 都是我的错 如果当初我可以 都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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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说了 我现在终于知道 为什么安徒生老师的童话 写得既又伤 又那么美丽 原来 原来 都是献给那个在天堂的儿子的 不伤悲 不伤悲 好想滋味 一个拥抱 都不敢给 的 一切 我只能不能是在家的 好ja 周总 已经很晚了 您还是早点歇着吧 我知道了 有事吗 后来 我又私下了解了一下林曼妮 曼妮 之前关于调查曼妮的事情 不是已经都做过了吗 是 但不管怎么说 毕竟上一次 发生了她父亲那件事情 所以我 有什么新情况 你说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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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边 死后江可欣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喂 爸 在哪儿呢 在 在单身公寓呢 马上回来一趟 现在吗 我刚起来 对 就是现在 快点 怎么了 江还是老的了 马上从那里搬出来 让我搬出单身公寓 我想了整整一宿 必须这么办 为什么啊 为什么这么突然 爸 是不是因为剩余的原因 你不告诉他 告诉什么呀 什么好事啊 你们两个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 行了 你什么都不要问了 反正从现在开始 你哪也不要去 老老实实在家待着 爸 到底什么事儿 老爸不是说了 让你回房间 江可佟回房间 快 确切地说 我是被软禁起来了 什么 软禁 嗯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好像是你的原因 但又好像是其他的原因 需要我过去一趟吗 不要 你来了只会更麻烦 你放心 我爸从小就不怎么管我 除非他特别生气的时候才会这样 我呢 我现在先听他的 让他安心 然后再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黄阿玛有纸 上交手机 可彤 没对他 小彤 没有 张可彤 喂 可欣 可 发生什么事儿 你说是谁干的呀 周美人 周美人是故意的吧 当然了 他就是在警告我们 让我们不要轻举妄动 看来我们的新计划要加快进行了 乔生宇那边也不能放弃 我们要双管齐下 你再去敲打一下徐秘书 周震山那边我会继续努力 我们绝对不能受制于周美 怎么说 我的手术时间已经定好了 是 是 接下来 就是化疗 还需要化疗 那我请问一下 这整个过程下来 我的病 就能治愈了吧 我们不能说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吧 但我们会竭尽全力的 我 需要有一个安静的治疗环境 请你替我暂时报名 不管谁来问 家里的人 或者是公司的人 你一定不能告诉他们 那个理解 谢谢 爸爸 还恨我吗 瞧你眼睛都那么大 看来还是恨我 我 我 你也来啦 你也来啦 听说 最近往这儿跑得挺勤啊 好几个护士 都在夸你呢 我 我 好几个护士 爷爷 我来了 什么 爷爷 我想 先这么叫吧 也得到允许了 是 爷爷的允许 对 反正迟早都会成为一家人 就先通过称呼 拉近彼此的关系 都已经恢复意识了 离开口说话也不远了 是吧 当然是了 所以啊 我要让你抓点时间 周总是很着急吗 怎么感觉好像后面有人追着一样 您是不是有什么不能说的秘密啊 人人哪都有秘密 你不也是吗 我在您面前可没有 我本事再大 都只是在您的手上心里 完全听您的指示 可是呢 每天来看我的爸爸 不是我的指示 我还以为 您会高兴呢 如果我不高兴呢 那我还得听您的 明白就好 我不是那么宽宏大量的人 只要在我的掌心中 谁都休想逃脱地掉 是 周总 我先走了 好好照顾爷爷吧 是 你继续跟我装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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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爷爷 您都听到了吧 每人 还是怎么叹 如果没有人阻止她 她是不会停手的 我觉得她最终的目标就是 圣语 单身公寓里面有傻人犯 杀人犯 什么都不知道 就在那边甜甜蜜蜜 一点都不知道老爸为你担惊受怕的心 那萧萧姐会不会有危险 你就不要再操心人家了 现在老爸是绝对不会再让你回单身公寓的 你放弃吧 爸 您喝汤 这都是你做的啊 不过我没有做的很好 来 磕头 姐 你还真是不谦虚 我建议你啊 以后要是结了婚 千万别做饭给你老公吃 直接上五八到家找家政 方便 爸 你放心 我绝对会努力学习做饭以后多多做给你吃的 嗯 不错 哎 你今天这不是为了贿赂我 想让我放你出去吧 爸 你要是能这样想就太好了 客童啊 今天在家继续监督你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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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it 年轻人 爸 对不起 我很快就回来了 老爸 老爸 我已经跑了 把睡着的时候我已经跑了 让他去吧 他心里也难受着呢 伯父 走 伯父呢 早 你这是干什么 干 干 干活 我来帮忙 喂 伯恩哥 你快回来吧 出大事了 来 伯父 对不起 没关系 反正都是财嘛 真没看出来 你这大作家文章写得好 农活干的也不赖啊 伯父 你不知道 劈柴 拳击 我样样型 我很强壮的 好 来 先喝口水 谢谢伯父 等一下 伯恩 你怎么也过来了 叔叔 今天不是劈柴吗 我特地来帮忙的 今天已经有人帮忙了 伯父 您给的水蒸好喝 谢谢伯父 谢谢伯父 不客气 叔叔 我也劈柴 好 你等着 帮你拿福 拿住 小心一点 報仇 别害怕 但你为人要那么累 当你孤单或疲惫 别害怕 一直有我 守在天黑的世界 不去醉也不会累 是我爱你的这些 随时准备挑戒 来啊 把眼泪一笑给我来收场 在需要的时候给你我的翅膀 我不能做你的太阳 就做守护你的决光 不条件手在你身旁 最温柔的力量 是什么是你的太阳 喝点水 谁 谁 君侃 可欣啊 这是什么呀 从昨天早上开始啊 就一直有声音 弄弩都没怎么睡觉 刚才你弄出来的声音啊 我还以为有什么情况 不是 我是说 你怎么在这儿搭了个帐篷 还在这儿睡觉啊 可欣 萧萧姐 我们去你那儿 去我那儿 嗯 这位先生把我这个地方弄得跟监狱似的 所以就去你那边喽 别说什么了 还有 你这右眼好像有眼屎 走吧 嗯 萧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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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姐你看 什么呀 做夜平安 起得很早 看起来睡得不错 一切正常 心情很好 这几天很平静 小小姐 你为什么一直拒绝俊凯啊 其实你放下所有的孤立 去依靠他不就好了吗 我不是这么想的 我是觉得 如果一个人真的决定要独立的话 就不能去依靠任何一个人 一定点这种想法都不能有 因为如果 一旦你依靠的那个人决定要离开你 你就会失去一切 会失去 重新靠自己站起来的一种精神吗 可是我不这样想 虽然爱情有的时候会变 但是并不代表 它现在就不值得依靠 对啊 这就是你和我之间的不同 可行 在爱情面前 你都是那种会无条件去付出的人 你不知道我有多羡慕你 因为 你拥有那种 独一无二的爱的能力 爱的能力 小小姐 我接个电话去 嗯 去吧 喂 你好 现在吗 哦 我知道了 妈妈 怎么摇气 她是什么 你没有 我只能留下 谢谢 喝啊 看得出来 这头发也没做过 衣服也不是什么大牌子 在服装市场买来的吧 鞋子是超市货吧 对不起 今天您找我来 到底有什么事啊 不会就是来评价我的衣服吧 我想问你 你是不是喜欢上我们家生意了 您 您怎么知道的 大家都住在一起 我怎么能看不到呢 行了 什么都不说了 圣语 是我们周氏集团的唯一继承的 我说这话的意思 您应该明白吧 有点少 有点少 什么 就这些 就让我放弃乔盛宇啊 不可能 可欣 你现在 是在拿我们家生意做生意吗 不 交易的本身不就是交换吗 所以 不应该用同等价值的两个东西来跟我交换吗 乔盛宇对于我来说 就算拿整个周氏集团来跟我交换 我都觉得不够 你好像对你们之间的感情很有自信心啊 你们才交往多久啊 小姑娘 我告诉你 爱情这个东西呢 热得快 冷得也快 也许吧 但现在 我不考虑这个问题 就算明天我就会和圣语分手 但是今天 我也会全心全意地爱她 你还要坚持 既然你明知道要受到伤害 你还要坚持 没错 有得必有失 刘哥写 您的好意 我心领了 我会让自己变得更优秀 让您对我满意的 我保证 我先告辞了 我先告辞了 给钱什么意思啊 我想应该是要阻止他们继续 就和乔胜宇上一个女朋友一样 为什么 这不符合逻辑啊 他之前是因为周震山反对 他为了讨好他爸 才去干涉的 可是现在 乔胜宇只要能结婚 对他来说女方是谁 他有什么区别吗 他为什么要阻止江可星跟乔胜宇啊 是不是因为 他已经在麦妮身上花了不少心思了 应该也不是那个原因吧 他到底打什么算盘啊 今天二月都辛苦了 来 咱们喝一杯 嗯 博愿他比较辛苦 没有 你比较辛苦 没有 真的是博愿辛苦了 没事 你从早批到晚特别辛苦 是 你比较辛苦 行了 都别争了 都辛苦了 来 咱们先干一杯 好 叔叔 干 来 干 睡 怎么不喝呢 来 干杯 好 好 好事成双 再来一杯 来 咱们再喝一杯 干 好 谢谢伯父 干 笑什么笑嘛 比基尼 可星小时候最喜欢穿公主装 有时候哭 有时候笑 是啊 那小时候啊 又丑又倔 冬天非要穿夏天的衣服 那裙子穿上了就不肯脱下来啊 告诉我 告诉我 啊 告诉我 可星小时候的事 哦 可星小时候的故事啊 那好多啊 尤其他十岁那年 叔叔 不准说 为什么 你先说这些 这小子这么嚣张 这说多一点 更不把自己当外人吗 我哪有嚣张啊 啊 我没有嚣张 你刚刚说谁是小子啊 我 我是你大哥 长比较大只就是大哥吗 哎呀 你们别争啦 今天别争啦 在这里 在我的家 我就是大哥啊 对 大哥说得对 喝酒 好 来 等一下 你怎么跟叔叔那么亲近啊 只想连叔叔都抢走是不是 叔叔 你是站我这边的啊 爸 哎呀 爸是我的 爹 哎呀 这个乔正宇给你打了一天电话 你都不接 你才应该好好接我电话 你今天应该跑到哪里去了 可彤 爸爸有没有生气啊 自己进去看 哎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说来话长 哎 哎 人去哪儿了 这么快 方小姐 哦 你吓死我了 啊 对不起啊 刚才我感觉后面有人跟着我 所以我就 整个咱们单身公寓 除了我跟着你 还有谁跟着你啊 啊 自从萧萧入住之后 可能 可能我就会觉得有 有要发生什么事情吧 萧萧 我还真的羡慕她 一边一个人保护她 一边是你 一边是俊凯 还都是这样的 帅气猛男 如果方小姐晚上还想要散步的话 可以找我一块 真的吗 要不我现在送方小姐回门口吧 好啊 走吧 等一下 这是什么 这个 是徐大夫你的吗 可能是我刚才不小心掉的 谢谢 那我们走吧 啊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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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吧 啊 睡吧 睡吧 我亲爱的笑笑 啊 啊 啊 安心睡吧 我不客气收着你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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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薄言 谢谢 可欣 你昨天跑哪儿去了 爸 对不起啊 可是 你们三个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了 跟你没关系 来来来 吃吧吃吧 知道了 伯父 好喝 非常好喝 你们什么情况 没事吧 五年喝的酒加起来都没有昨天喝的多了 你觉得我会没事吗 不能喝就不要喝 万一喝多了犯命怎么办 不喝就不能带你回家了 看来你是早就计划好的 你都不知道昨天晚上我在可爱的伯父面前表现得有多好 你最可爱了 我们家盛宇才可爱呢 那是不该给你们家盛宇一个爱的鼓励呢 这可是在我们家门口 要是要是被我爸看见就不好了 等一下 姑姑 怎么了 可心 我真的是受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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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我让你来是跟人家竞争的 你倒好了 你跟人家喝酒作乐称兄道弟 昨天看他干活干得挺卖力气的 你还别说 有他们在那你帮忙 我还心里要真挺踏实的 老爸 你也有问题 就是因为你摇摆不定 才让我姐跟那家伙抓了空子 可彤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你不要说话了 老爸你要搞清楚啊 一个女儿不能嫁给两个女婿 你赶紧做决定吧 你赶紧做决定吧 到底是选博远哥呢 还是那个大作家 把财产和公司都留给他 这不 这不是我的衣服服 这不是您写的吗 可是这个上面 有您盖的章啊 现在 既然他们脸 遗嘱书都刚伪造 真卑鄙 爷爷 我还得跟您道歉 因为这个遗嘱书 是我托徐秘书 用不得已的方式拿到的 美人她 你也帮我拦着 阻止她 可是我要怎么办啊 您知道的 周总是我的老板 她 那家伙 是 她是傻子 她 剩余的爸爸 她的弟弟 是她受的 爷爷 没事吧 你们两个人 昨天晚上 是不是在一起了 好像是 没在单身公寓 昨天晚上 我在我爸爸家过的夜 不是和盛宇在一起 我也是在可欣爸爸家过夜的 我也是在可欣爸爸家过夜的 盛宇啊 你跟我说 要搬出单身公寓 是不是就因为这位江小姐啊 是 我喜欢她 不 我爱她 我爱她 我记得您上次跟我说过 不管我带谁回来 你都不会反对 这句话还算数吧 可欣就是我想要的人 好吧 你们两个人的事情 我同意了 不过我有个条件 必须要在一个月之内结婚 否则 马上跟我分手 不是 姑姑 您怎么突然提到结婚呢 我 我们才在一起没多久呢 而且你不是不知道 我根本没有结婚的计划